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查博士關論》第26集第一節 我們在預告中也說了 首先要說一說國際大事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情況 首先要說一說整件事的背景 在上星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不經 根據美國的說法 其實他們主動要求 希望去訪問北京 甚至希望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結果順序就是 首先見了外交部長陳剛 然後見了王毅 最後見了國家主席習近平 但會面的時間相當短 大概三十多分鐘 但很奇怪地見完之後 雖然大家有些套話表說出來 其實沒甚麼新意 但很奇怪地 拜登在一個籌管晚會上脫稿驗出 這是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就是他所說的有部份不在廣告裏面 那個說話是甚麼呢 我在預告裏面都說過 一般外國傳媒的標題都是說 拜登說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 就是這麼簡單 但如果你看原文的話 其實他不是這麼說法 他是繞了一個彎 他就說 習近平是在那個氣球的事件裡面 被蒙在鼓裏 他是不知道裡面 是藏有搜集情報的儀器 對於獨裁者們 Dictators 他是這個重數來說 這是一個尷尬的情況 我在預告已經說了 那麼多的標題之中 紐約時報的標題 是拿得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他不是直接說 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 他在這個氣球的事件裡面 他命在鼓慮 但是如果在一般的獨裁者裡面 他們應該是全部甚麼都知道了 但竟然他是不知道 對於這些俗裁者來說 就是一個尷尬的情況 然後他又說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又希望 遲些美國的氣候主管 即是氣候沙皇 John Kerry可以訪問北京 大哥都搞成這樣 北京怎麼會歡迎John Kerry 然後再跟他聊天有問題 除了這件事還有 接著又出現一件事 就是他是逢紅地毯歡迎印度的總理莫迪 而且稱印度為民主之母 他用到國時級 只有總統才能用國時級 平時莫迪去訪問 總理都是用一般訪問的 所以他的級數是最高的 但是莫迪不是總統 但他才是升格的 那是有一個很深層的意思 那便輪到我講一下 怎樣看法 當然 我看完澳能坎去北京訪問完起機之後 我便跟太太說 我們下個月便要離開香港了 我太太問我為甚麼呢 我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這次訪問 大家都知道沒有結果 但是根據沒有結果都要做的 講美國這方面 他引用當年打日本人之前 是有人去訪問完才打的 那個翻版上是打的 第二 如果根據中共那方面 是希望和談有結局的話 他便不會鋪排一套禮儀去接見這個 那個布蘭坎 而且是很後才說 宣布習先生見他 是的 你見過30分鐘 除了翻譯古寧精怪前奏坐下 都只有十多分鐘 因為他要翻譯 是的 接著你習先生見他 從來未擺過這樣的場面 是等於兩邊是自己馬仔開會的 有這樣的過片的 那樣桌子的設計 如果他用圓桌子又不同了 你用方桌子又不同了 因為方桌子不是甚麼 他兩邊 我坐在中間 我和你來 多好我談 簡直就是當你年輕人 是下方的年輕人 好了 但他們既然這樣做得 就會在中方那方面 我們看畫面的推測 他是心中有數 預料是不要談成的 如果我準備想跟你聊天 就不會用這一套 那就盡量來虐待你 你落機就沒有紅地毯 接著就有八條紅線在那裡 但因為他忘記了布林肯 是高手來的 他在哈佛讀完書 再在哥倫比亞拿了法律學位 拿了法律學位出來執行 執行一個議員從政 他從政全部是處理外交事務 安全事務 是與之很純熟的 好了 他去到見秦江 見王毅這兩件急擺 他們特意整股他的 他落機有時差在美國到中國 他已經雲陀陀 一般人都雲陀陀 我就認為他受過高級的訓練 接著他開會時 中方是故意有些很光線 殘著他對眼 殘了五個多小時 他可以頂得住 這個人不簡單 雖然他是民官 但我相信他在內部之前 他進去美國做民官之前 一定再受過訓練 因為你捱不到 他是捱到的 因為你下機有時差 又不夠分 再你還被大光燈射 你五個多小時 還要聽你說話 他是完全沒有移動的 沒有啤牌面孔的 這個是不簡單的人 當然他在哥倫比亞受訓 上了這麼多局 他們的訓練很嚴格 在哥倫比亞法律上去 真的好像打仗一樣 在一個庭上搭邊 是完全不能動氣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 不能動氣 所以他能夠保持到 他能夠突出到 他這個專業的訓練 受過 不容易頂的 你五個小時 那些燈很慘 你不可以一刻晚睡 是 人們一刻晚睡 全部都會拍到你 我醜態 所以他們會不會 特意談了五個小時 就要虐待你 中方的懷疑 他們有所準備虐待人 所以特意落你面 連接你機的人 他是我司長級 連我副部長 外交部副部長都不是 大家都知道 美國沒有外交部長 是國務卿兼任 他是排第四把手 如果美國定了 他差不多是總理級 國務卿其實是首上的總理級 總理級兼外交部長 是不應該這樣冷待他的接機 你最少都派過外交部副部長 他派過司長 這個是蓄意的 但是蓄意是美國知道的 這個就厲害了 所以為何我要七月份 我要離開 是美國知道 他知道你這樣去 他又希望你這樣做 他又希望你做到這個畫面 所以美國這次 是拿到他要的東西 拿到畫面出來 全世界看到 因為他是代表美國國家去的 既然我去到代表國家去 你這樣來踩扁我的話 你說他的國會議員民間的怎樣 他的反應 是吧 所以他拿到這個很強大的分數 他就拿到這個民意 他們想拿到這個東西 也拿到國際社會看到 說不用說話 所以這一次 但是中共是有備而戰的 是以阻發爛斬不談的 他就特意來 所以他去到壓到很後 才宣佈習近平見他 是 初頭不知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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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臨到最後再見你 就擺個陣子出來 把你變成年輕人 這個畫面 中國很成功 在國內 我們幾位天朝大國 大家美國佬 走來敲門 變成年輕人 是不是威? 之前Bill Gates出來見我們集團職 是吧 很威的 所以他兩邊成功 但是兩邊成功的東西 拿的東西都不同 中國拿了國內的民意 又拿了黨部內部那些 大小官員的民意 哇 我們中國多威? 強得沒有人有 你國務卿來到也扮年輕人 剛剛說 紅地姐沒有給你 把紅線給你 誰不知人家一腳踩到紅線 那裡他就不說 是吧 當你面子踩到紅線 你說多冷靜 布蘭 對不對 是刻意踩的 好了 為什麼港元 我就說要走開呢 既然中共有備而戰 不想好 即是無法和 無法和 無法和 一定要打 為何突然這麼強項要打呢 你看一看他們的行動 國家 在網上報紙 一路買糧食 一路軍隊演習 知道嗎 一路買黃金 這就是準備打仗 然後一路退林為奸 是啊 為什麼要退林為奸 他們也宣佈了 是要儲糧的 是說了給你聽 他又沒有欺騙國民 你不意會就是你的事 你聽不明白你的事 是 我們很敏感 為什麼突然間這樣說呢 是說他們是知道這場仗是要打的 因為你的經濟壓到埋伸 唯一就是要發動戰爭 才可以減壓 但是發動戰爭怎麼打呢 這裡有少許分歧了 我再看一些報道 我再看一些報道 他是早兩個星期 俄羅斯在爬一聲 開放的海參威 你記得嗎 記得 自由活動 怎麼開放海參威 這麼好死 有什麼好處 俄羅斯不會做一件事 沒有好處做 為什麼他們要開放海參威 就是讓一些不同國家的人 扔掉一堆東西 當作廢物 讓俄羅斯拿 我 你明不明白我 那個地方 你扔什麼我不知道 你扔炸彈好 扔炸彈好 扔軍用物資好 哪個扔下去呢 又不知道 他又開放了 自由出入 那你自己想 那美國也知道 美國也知道 我們知道 美國人不會不知道 知道有些人 哪個人扔東西下去 即是俄羅斯缺乏什麼 就有人扔那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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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就有人偷領了 知道嗎 沒有交收 沒有的 沒有交收 你怎麼搞錯 即是說現在有個廢墟 你們可以掉垃圾下來 哪個人都不知道 哪個人都不知道 是啊 總之就沒有幾個 所以俄羅斯是很厲害的 如果他可以這樣做的話 他就有一個論據 他現在第一 他可以拖到你烏克蘭去天南 大家都消耗而已 今年年尾 不是 他是有能力拖到你的 因為俄羅斯蘇聯他們最擅長打防御戰 列寧格勒 斯蘭格勒 是的 斯蘭格勒 他們是很厲害的打防御戰 他要你打一打你自己 烏克蘭的地方 扎嵐嵩 他有夠力炸 對嗎 你又不敢攻入莫斯科 好了 但他亦都想減壓 減壓 他打完這場仗 俄斯首要在東亞敵人就是日本 對嗎 過矛盾 他打完克蘭 他都會跟日本有糾紛 他趁現在 他透過某個渠道 你中國又幫他守 現在他沒有說 他現在中俄說明是鐵缸兄弟 不是我們說的 中共和俄國宣布他們的鐵缸兄弟 他說 小子 你幫我手動日本 既然你說台灣有事 日本幫忙 你手動動齊便先 對嗎 對嗎 你一動架子 金仔一定要幫忙 即是等於現在 我們一繼續說 我們要翻版唱帶 等於當年蘇聯 叫共產黨 動朝鮮一樣 即是打韓戰 是啊 為什麼呢 他動完之後 蘇聯是給飛機不給人 但是當時 是不是毛澤東 有點猶疑打一場 不是猶疑 他因為蘇聯人說 給他很多工具 是 又給刀 又給槍 不然他給 但他給飛機不給機師 所以毛澤東中了一招 知道嗎 所以現在他叫你打日本仔 不然他遲早又是翻版唱帶 打完之後 你俄羅斯 現在我們是推測的 當然 想像 想像 但他要翻版唱帶 我們希望中共國這班謀臣 常委 想心一層 如果到時俄羅斯一擺尾 我屌了又給飛機不給人 我屌了 你無端端不記得 很多東山省 但我又想駁一下博士 大家讀過歷史 是啊 我年紀不算大 但我們也聽過那段歷史 或者我自己也有去圖書館看過那段歷史 他們現在在外交部的 或者所謂智囊的 他們全部都見識過這個年代 大家知道當年毛澤東的兒子在大朝鮮死 為何今時今日會重蹤一個歷史的覆轍 人命哪裏值錢 他兒子死就死了 他叫毛澤東沒有責任就沒有 而且毛澤東的兒子死得很狠狠 叫他不要點火就點火 沒有東西 對嗎 可否真的點火被人發覺這樣死 我聽過大哥的朋友跟我說 煮臉 煮臉 但是當時他死了之後 彭德懷想衝進去 是被旁邊的衛士攔著 他也說 我怎麽跟主席交代這件事 何必交代呢 你怎麽自己說 別人跳頂了 不要點火 你就點火 我們在戰場的時候 不敢吃煙 晚上多 你怎能點煙 告訴我 我在這裏 你傻傻傻 那時候南北朝鮮很多笑 但因為我計算 我立即計算 我不行了 這件事是正在打的 美國易被打 所以他派了列更號 知道嗎 為何要出列更號 一拖五 出去了 但我剛才問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嚴重的付出代價 因為是你們付出而已 不是 你接下來 你美國就派第七艦隊 在台灣海峽 變成你打不到台灣 要先打你日本 先打你日本 先打你殘力 所以你 因為有和佬幫湯 便可以發爛茶 有可能想被這些 再加上北朝鮮 是的 很強項 但我一想 我下個月要離開 看看吃花生 但再一想 又多一層想 在今天 因為他一見印度 在昨天 布蘭坦離開後 昨天發生的 四個地方速食 越南 法律西亞 菲律賓 日本 被中方那些戰艦群 周圍干擾 有衝突 是同一時間 印度宣布 被導彈護航艦送給越南 搞到這樣的環境 我到現在都懷疑 我們國家有沒有間道 我們 在我心目中 擔心 擔心中國不肯死 或者擔心你的黨不肯死 就算我打牙仔 我隨時可以退 而且那邊牙仔也很傷 但如果你一扯回戰線 在南海衝突 你便只有你共產黨傷 台灣、日本不傷 菲律賓不會傷 你所有的兵力 都會在那裡一撲清黨 我看看我預算 我經常都說自己國家有沒有間道 真的 是不應該做這個動作的 他做這個動作 或者在西方世界 有人很高手 挑釁到你 同一時間是有衝突 那現在《外交報》的發言 無寧都說了 現在美國是挑釁 這番絕話 你說拜登挑釁你說的 他是正常的 但他不是說給共產黨聽 他是說給他背後的議會聽 因為他快要做選總統 如果你外交部最厲害 就不是這樣搏 靠你怎樣搏 我們中國一向一黨專政 不用你說我們是獨裁 我們每個黨員坐上的位置都是獨裁者 你們美國才是最獨裁 你這個老鬼 你媽媽做了百多歲還躲在這裏 擋著我的位置 這樣就搞定了 因為你拜登開他的名字 你會拿回拜登的名字 我教你啊 旺九部 你想想你百多歲 聞到工材香 押著我的位置 阻擋著地球磚 你是不是真的獨裁 就拿回去 他們都不懂得擲人 這句話擲人 拜登沒有擲博 幾年都年輕 你不是獨裁 你想想還要臨庄 你搞什麼東西 老鬼還說我們是獨裁 是屌賊的 無靈 我們幫我撐你 中國共產黨 教你屌咬美國佬 你說怎麼拼你 百十多歲還要臨庄 你不是大獨裁者 我們獨裁 由頭到尾都是這樣 說明人民民主專政 胡主席也說過 你們說我獨裁 我們一貫承認 但我們… 我不獨裁 我國家怎麼發展 現在我們習先生說制度自信 因為我獨裁才有能力 那幾十年改革開放 有今時今日的成就 因為我們獨裁 才能令你那幫鬼都 坐在那裡 咬咬咬做年輕 是嗎 因為我們獨裁 才有憂鬱感 你不然落機 鋪地毯被你們吹 我們就不給你威力 所以我們的制度自信 是贏你全世界的 你們能不能做到嗎 因為我們獨裁才有這個效果 那就搞得怎樣 應該稍後你剛才那段 我們送給… 當然了 送給他們看 你不肯承認 我做一出怕甚麼承認 應該習先生出來說 我們中國能夠成功 就是因為我們共產黨 執行一黨專政 執行獨裁制度才成功 還優勝過你們西方世界的制度 我們怎樣有制度自信 現在你們明白了嗎 學習先生出來說 鼓勤歸老 是吧 是的 這個就威力了 做到盡 有甚麼補充 但問題就是 剛才我剛才已經說了 重點不是在獨裁裡 是說你也不知道原來氣球裡 有這個情報收入 我為甚麼要知道 我獨裁因為我不需要知道 有就有 粗人 你不需要跟他們說 有很多道理 你跟那些民主政棍 現在那些國際社會 你跟他們說很浪費 那些大外左膠 他們是靠那些吹水搵食 那些政棍 對不對 他們不肯獨裁嗎 弄到當勞針 怎樣 入品都沒有人接受 對不對 是不是獨裁 是的 是呀 你可以去辣他 是呀 要辣他 我們中國人不可以實威 拆他回頭 記住 那我博士說 我又再加多一件事 你拜登有甚麼資料 你的制度也被人告 是呀 那件事跟香港有關 那些鬼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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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再說一次 當何志平在紐約被拘捕時 他第一個打電話給誰 就是拜登的弟弟 不是拜登的弟弟 他弟弟是弟弟 他弟弟 那你現在為何不掃這件事出來 掃出來也沒有意思 那些鬼佬 他們很厚臉皮 不是怎樣的 他們很厚臉皮 因為我朋友親歷其境 在美國做完單生意 合同簽了 他對方沒有爭吵 說你不妥不找數 貨收了 完全沒有東西 簽收了 後來他也不肯找數 那就追他 他不用追了 你打公司告我 我整棟大廈都是我的律師 有一個人明不肯找數 這樣講的 鬼佬 真是流氓 簡直就是這樣講的 不是流氓 正是對著你這樣講的 那你的事情有沒有不妥 沒有不妥 那你不找我 就特意不找數 真的這樣講的 不是黑社會 是美國人做生意 這樣講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現在我們中國和美國的交手 都未能夠成熟 他可能反過來 屈咎你這一刻又有工 那這就是 他們掛領了手勢的 這個大山手裡武器 找那麼多女兒都找不到出來 是啊 我們要很公正說話 在外國人某方面來說 你是不應該射他 支持他 但某方面來說 我們基於國家的利益 我們就為了經濟上各方面的民生上 要合作 暫時不適宜打仗 我經常都這樣講的 我們要與和為貴 因為我們自己的國家 未夠實力去堂元摘馬 不是說要委屈求全 我們要計算的 因為現在大家放在這裏 美國和中國 中美問題 誰靠誰多 誰手上的籌碼多 有一個人一吹雞印度來 就是籌碼 一吹雞越南又來 你中國沒有那麼多籌碼 一沒有籌碼你就要收聲 最好不能說話 對吧 台長 這個是看形勢的 不是叫你去認衰認衰 不肯是 我計算 你自己中國也所採路計算 台面給我籌碼多 那你到了籌碼九年就打齊他 是吧 但你打不打每人 我不知道 你算得到數 你找甚麼去打 你知道俄斯幫你忙嗎 俄斯幫自己幫忙 這家衣服 這家衣服 很厲害 現在不能打的場仗 是 人家想你打的 他來得到 就是等於想打日本的前夕 我看他美國的那個 但你現在的判斷就是 現在美國也想打這場仗 不是 他收到情報 知道你想打 反正 他想不想打 是人家收到情報 因為你想借這個場仗 想脫身 而且也收到情報 俄羅斯也有這個心水 如果他不是這樣 扯不到你下水 你明白嗎 不如公開化 我們中俄一體化 不如公開化 因為他美國人的情報 也收到 你不停有人問工 在戰場上搜到中國製的武器 不是我們說的 法國電台有報 法國新聞有賣 相片都拍得出來 是否有人拆裝架 說武器印中國招牌 這個未來不知道 但人家經過測試 經過研究 在烏克蘭戰場 是有中國製造的武器在 包括步槍都有 但又不公平了 現在全世界你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舉個例子 譬如以色列的坦克 是賣給歐洲某個國家 最終會去到烏蘭那裡 對 他們這樣做 為何中國不能做 你便做 你要承認 但你便不承認 如果中國開明見心 現在我供應俄羅斯 沒有人買你的 分別在這裏 你不要不承認 現在中國 我支持俄羅斯 那誰會說你 他有很多工具正常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中國 整天搞些事情 就無靈兩可 這裏是一國兩制 一國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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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一國一制 究竟你搞甚麼 所以這都是我們反感的 我作為中國人 如果在戰術上 在戰略上 我是反感的 因為你不清晰的時間 下面都是無所釋錯 即是我也不想要開大開小 就算現在他內部的幹部 都是很混亂的思想 所以每個人都不敢說話 我說 你早上一套 晚上一套 我怎樣搞 早上封關 清零 下早又說明天有感冒 發燒 怎樣搞 這也是歷史的重複 是啊 當年毛主席做俗話之後 大家說你想怎樣 於是楊上軍 就裝了一套 偷鏡機在他的房間 想聽清楚 想怎樣 是啊 結果就被人拘捕了 不是 因為你是無所釋從 他對主席沒有惡意 不過 我知道你想怎樣才是 純粹這件事 是啊 所以現在你是一個 大家要明白 這個人治社會就危險 就不是說是中國 嗯 我在香港和人拘捕了一宗生意 嗯 是L軍的兒子 嗯 名字我發營師說 他早上說完 就說不是 就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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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是說是他 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 好了 Hongong Bank 豪偉士當主席的時候 我們世伯 在我酒會見到他 嗯 談了一段時間 跟著說 喂 我有少許多補充 拿多些補充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拿多2000萬吧 你明天上去就行 就想著怎麼辦 過了兩天 上去Hongong Bank總部 見主席 約會見他 上去說 喂 主席那晚你答應了 加多2000萬 現在是80年代 2000萬 多不多 那時候的錢 現在不行了 這樣 我扔你了 不要當人暈倒了 喂 為什麼 你答應了 我答應你是那天的事 嗯 但今天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時間不同 變了 我扔你了 那樣貴老爺 一樣 一樣 一樣大條道理 知道嗎 你現在在香港買層樓 和銀行申請 拿貸款 批了給你 他都留了一句 隨時可以取消你的 是啊 是 不是說笑的 真事 這些細緻大家看清楚 不是批了給你 做這麼多補充 你未能拿到錢 你都未行 他隨時可以說 任何情況之下 他會取消這份協議 批了給你的 你貴老爺很難搞的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 自己國家錯 但因為我們國家 去到這麼深層次的 國際政治的對譯 是未足夠的 人家可以不動聲息 來做場表給你看 跟著其實你 見印度建成 全部安排了 預祖 難道突然叫印度人來訪問嗎 我覺得對不對 你看些時序 即是說你已經接觸了 一離開你 中國突然就接見莫迪 是嗎 整套東西都放在那裡 即是告訴你 我們不用靠你 因為現在他已經計算了大數據出來 據我所知 百分之九十五 已經不需要靠中國這個供應鏈 生產值 美國百分之九十五 出來的數據 整個西方世界已經離場了 剩下那些貨味 丁丁茶茶也無所謂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印度這些 從來都不結民 即是你們搞你們的事 我們站在哪裏 有好處就是結民 現在 這麼多好處 跟他們聯手開軍火廠 幾好生意 跟印度開軍火廠 在他們製造軍火 但印度有沒有動機 要取代中國作為世界工廠 有 他開了幾千平方公里 在幾年前做了 還有他有這個紅心 摩迪 因為他是有條件做到的 所以他以前是基於一個理由 因為他和美國搞不定 還未得俄羅斯合作 因為俄羅斯合作 他便無所謂 因為他有少許投鼠忌器 因為他和俄羅斯的交情很深 由蘇聯以來一直都好 是的 但為何現在俄羅斯 可以丟臉這樣做呢 所以我們便擔心俄羅斯 隨時擺味 就是這樣 那便大家鬥賣 你賣軍火 他便賣多些 很古怪的 俄羅斯想些事情 大家小心 真是小心 真是小心 所以這些政治很吊軌 因為去吊軌 去到這個時刻 我們也有些事情看不通 看不通之下 唯一是自己去游泡 是 最冷安樂的了 看看哪個美女不好彩 約她去游泡 是 是 但有條件便是 沒有條件便是 沒有條件便是 沒有條件便說這些 沒有條件便怎樣 便計算其他數 回到西陰版納都安全 不想去炸那裏 打仗 西陰版納 從來都是 對抗戰時 雲南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因為他旁邊是泰國 又緬甸 沒有人必要 扭領了緬甸 泰國去打仗 是 那時用紙彈 因為他有一個很傳統的觀念 大家看看有些電影 他行刑 兵士拿一支步槍 去開槍行刑 殺死一個印度人 就讓紙彈 學會停 你搞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 一顆子彈 經我們的冰框廠 做出來的一錢 再經過運上的火車 來到印度 成本幾多錢 為何要浪費我們 國家的資源 用另一個方法 那些士兵便 把他拿大石砲砸 你這個人命不肯 值一顆子彈 很傳統的西方人觀念 你不要弄錯 人命是不值一顆子彈 拿你的命到 你懵懵懶懶懶 你什麼傻傻的 你這些貴老傻 英國佬 現在你拆回印度的R6R3R 都有說這件事 幾次 軍官拿手槍 射下印度人 又被人學領著 有沒有搞錯 殺了顆子彈 這樣說 大佬 他有多少計算 有個顆子彈在這裏做出來的 那些成本 經運費 由英國過了這麼多 遠路來到現在 你知道成本多貴嗎 這樣說 大佬 所以我們中國人要爭氣 但是爭氣之中 你跟這些三番鬼佬交手 你真的要很冷靜 很自慰 你盡量要利用它 雖然你是利用西方世界 我們自己的國家成功 但是你利用過程 都要守規矩 這是我們做人的本分 因為你做生意 你和你是交手 就不可以把因應情所說 生意就是生意 商業合約就是商業合約 你看日本人也是 是的 是的 他分開你 他拼了兩顆吻子彈 你和美國佬交手 你可以說 你現在日本人要靠他 但不是 他做生意也要關門真正 他是兩套遊戲 我現在是做生意 我是講合約精神 現在我 既然收回香港 我也要講那個承諾 一國兩制我做到足 做到家寧一 更加自由更加開放 這個才是成功的 但現在很可惜 我們中國人一向的思維 分得沒有那麼清 在西方世界的邏輯那麼清晰 這裏是我們吃虧的 所以我就不知明白共產黨 去讀維物變政法 讀都歪了 怎麼會撈亂 是兩件事 因為我做生意是和民間交手 我政治上和你政府對手 但兩套東西要分成 但你那個遊戲規則是要守的 因為你不守遊戲規則 你那套牌打不下去 但為何中國一直以來都訓練不到這些 在經濟上或者怎樣 有這種思維 沒有信仰 他的道德力量不夠 他是全部靠那些幫會文化講義氣 很虛無飄渺 義氣什麼時候講 什麼時候不講 對嗎 等於他的紅線 不知何時又淺紅又粉紅 現在做些小粉紅又深紅又大紅 給他那樣很難搞 你不清晰 如果我們今天看《大公報》 有個鐵書 無端端說要追殺那些海外的 即是觸犯了國安法的爹 是的 但你看到這裏新聞 你又要想一件事 最近有幾個中國人在美國被捕 他請來美國私家偵探 一起做了美國形容為中國的代理人 告了 現在抗擊了 抗擊了這判監刑刑 現在《大公報》是整版的 我特意登出來的 說追殺那些人 追殺那些國安法犯法的人 說我們那個國安法可以境外執法 你不就叫《大公報》總編長去抓人 但他可以說 你能否做到一件事 但他們沒有想到 你能否做到就丟過人家 如果你明知道做不到 你也要這樣寫出來的話 這些就是無間道 你破壞為香港的形象 所以特首超就是 你為何六神無主教人家 我見過最近很辛苦 你六神無主 他又不敢吵得你《大公報》 你又做不到 你弄回社會 別人又不敢來投資 你真的拘不得到人 怎樣拘捕? 你那兩點 落到美國境內 去英國境內 誰會理你 誰幫你執法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 不可以 你相信我 別人不犯不著跟你做這些事 除非你自己弄得洗頭機洗頭機 對 你做完之後 你就自己又承擔後果 這是智者不為的 有些事做得是不可以做的 做得都不做 那才是聰明的 對不對 現在香港死在 死在文匯大公 沒有水平的編輯 你中聯辦聽著 你屌他 我打拾會針 一定會打拾會針 我通知中央政府 你這麼聰明 你給他一個任務 因為黨員接受任務 我就給他一個任務 不要去拉 美國拉 你這麼笨 你在那裡說什麼 你破壞整個香港的地位 投資氣氛 是呀 不能碰的 這些是添煩添煉的人 好 我們現在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你訂閱 我們現在走 你不可以 我會跳 那音樂 我會跳 我會跳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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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 我跳 你跳 我的頂頭上司是一個總警司 我是一個處理警司 但我兩級半 當日這個太太 其實現在說話都不怕 李明慧的老婆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很兇很兇 我說供我兩級半 我說跟她賺錢 中間是沒有其他階級 一天給我20樣東西做 一天早上9點鐘 她就寫著20樣東西 咿咿咿咿 就做了 由之後不是9點鐘 我花7點 做的事馬三點 都是做到十七八樣 兩三樣做不完 或者不懂做 或者做不到 他們就問 喂 做到的就不問 做不到的就問 喂 怎樣那樣東西 我都未做 或者不懂做 就罵了 然後那時 處理警示 在英國仇敏回來 收老鋒說 升我做正式警示 但是升級的信 就寫著說 你要繼續表現良好 工作表現良好 行為良好 就可以升了 這個上級的太太 就說 喇 你表現好 我寫過報告 你不能升 天天恐嚇我一次 那我沒辦法 我小了 她是兩級的 又是女士 她又不敢用粗口罵她 就不可以做 我又捱了幾個月 其實很辛苦 又想著 不知怎麽算 將來都沒有急聲 看過本案 那時才三十多歲 還有慢慢長路 沒有急聲 怎麽算 然後就碰到 我認識了 DOTTER 有一天 我就跟DOTTER說 DOTTER有件這樣的事 你給我一些 給我一些 筷子 你給我一些筷子 DOTTER就說 可以 一定沒問題 那 講完之後 她說 你這樣做 這樣做 勤勁一點 比身 不要去喊 頭呆呆做 每天做的事寫下 寫甚麼寫得到 大字都寫不到 做那麼多事 寫下 還有將來 你會感謝這個女人 DOTTER說完之後 是新事 過了兩三天 她又 用她喝茶 她說 一刀黑的心經 心經 你拿回去掛死字樓 我還記得她說 擺蓋不要擺 一刀黑的心經 那我就 拿回去掛死字樓 死字樓 說 本來不知道掛了甚麼後面 就將它轉為心經 你真的說得不順 這個是真事 三天 就出現別轉機 三天之後 這個太太 這個上級 就不再罵我了 打後都不罵 完全 改變了 你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警察總部 在我群組中央開了一個高級警示位 變了我又上面有人頂了 她天天罵個高級警示 變成我的身 嘩 真是 三天之後 就掛了一個心經 三天 這個前真萬國 那個心經 到今日 我還掛在家裡的走路 保護我 和我家人 三天 這個是 第一個 之後 這個太太 她自己 因為她真的對自己要求很高 她是壓迫自己 她不是 她是自己 迫自己 交過好的工作成績 所以她很年輕 升到做總警司 那最終呢 事實來的 她最終是要吃醫生糧 因為她是出了一些情緒的問題 吃醫生糧 那最後呢 在某些場合 我都升了做總警司 那她見到我 她說三四次我說對不起 說真的當天罵你 真的 我都控制不了 那現在真的跟你說不好意思 那這個只是說這件短暖的事 大家分享一下 當天給我一個心機 那個作用 三天就真的數三天 就多開了一個位置 一個高級警司 她天天罵她 哈哈哈哈 我寫的那些文章 我那時候寫呢 寫的那些英文 那些交給我 Madam看 Madam就是 那裡花花綠綠 喂 你讀哪一項大學的 我說Madam 我沒有讀大學過 你讀哪一項中學啊 我說中山都沒讀 不愧得了 不愧得了 我的英文檢查 原來其實我的英文呢 交給我之前 我的手下一個高級行政主任 是香港大學文科不言的 寫完交給Madam都改了 交給我看完給他 都改了 我最後呢 是 開了這個高級警司 這個先生 這個長官 都給我看 喂 王德平不用 信心物下 我給你看看我這份東西 我寫給Madam 1000個字 剩下50個是我的 950個被Madam蓋了 真是滑溜 這件故事分享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你不夠幫助 我現在天天這樣捉你呢 你那些文采啊 那些東西你一定會進入 我們將來 你會拿槍 那麥不是拿 那麥不是拿 他拿槍 那麥不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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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世間人呢 那麥不是拿 這個區別人呢 這麥不是拿 那麥是拿 那麥是拿 給我 這些人 我不是拿 我為大家呢 人生路上呢 你會拿 你很喜歡 你的功力呢 想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